今天我们来聊一聊Zillow Zillow最近出了一个不小的新闻 他宣布退出i-buying业务 并且立即在全美范围内 开始打折抛售自己手里已经买入的房产 Zillow是在10月18号的时候 发文宣布他将暂停购买新的房产 理由给的是他们已经买入了很多的房子 然后现在翻新不过来了 产生了积压 所以说他这个装修团队 要先专注把手里的房子翻出来 然后把它卖出去再做打算 这个情况听起来也不是很糟糕 但是过了没多久 这个说法又变了 就是11月2号的时候CEO就出来说 我们要割肉出售7000套房产 来套现28亿美金 这其中据估算有650多套 都是刚刚入手 还没有午热 就直接降价挂出来出售了 而且他们宣布要裁员25% 直接把装修团队给解散了 旧房翻新这个业务不搞了 预计这一次是要吞掉5.5亿的损失 而Zillow的股价也是硬生下跌了将近40% 从这个消息之前的周五收盘加103.6美金 连续开盘跌了三天跌到65.5美金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一些投资方 所以说看到这个消息我就很紧张 然后就认真地研究了一下 首先我来说我研究出来的结果 乍一看以为是房市要崩了 仔细研究完才发现是Zillow这个管理层脑子不太好 经营模式从刚开始就是一个大bug 你们就听我慢慢分析一下为什么 首先这个iBuying业务最早是从2014年开始的 就是这一票的互联网房产信息平台 直接靠他们手里面的大数据和AI算法 给你房子一个市场的估值 然后会全现金自掏腰包 去把卖房者手里的房子给买过来 Zillow是在2018年4月份的时候 开展了这个业务叫Zillow Offers 除了Zillow以外 像opendoor Offerpad这些平台也都有类似的业务 Zillow是相继在全美25个地区开展了这个业务 当初他们给自己定的小目标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 要实现每个月买5000套房子 定下来这个目标以后 Zillow那就是一路高歌 开启了买买买的炒房之路 就在2021年Q3这一个季度 Zillow Offer就买了将近1万套的房子 但是只卖出去了3000多套 根据它财报显示 2019年光Zillow Offer这个板块 一共就损失了3亿1200多万 2020年又损失了3亿2000多万 Zillow Offer卖房子的流程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把房产信息输入一下 提交一个申请 然后Zillow就根据他AI的估值神器 就是他引以为傲的Zestimate 给你一个市场的估值 你如果接受了 他就会派一个房屋检修员实地的 去勘察一下你房屋的状况 然后给你一个维修费用的报告 然后这个费用会从你原始的报价里面 给捡出来 如果说你同意了 他就一手交钱一手交房 你这个房子就卖给Zillow了 Zillow在这中间会收取一个 价格不等的服务费用 官网说的 是有可能比传统的中介方式 或高或者或低 这是case by case 视情况而定 虽然说有可能它服务的费用 比传统的模式还会高一点 但是由于它报价比较公开透明 而且是全线间offer 短平快 不用准备像布置 看房 然后这些流程 所以说对于卖房者来说 Zillow offer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Zillow就因为这个很快的打开了市场 又随机展开了这种像closing 贷款 房地产这种交易相关的周边的业务 它全部都有 所以说Zillow就由于iBuy-in的业务增加了 就被华尔街强势的看好 一度是有代替传统房地产服务业的架势 Zillow的股价也从2020年初到20多美金 一年翻了10倍 涨到2021年初最高将近200多美金 但是 iBuy-in业务从刚开始就是一个大bug 问题出就出在它这个按市场价买房的策略上 你们看它官网上写的就是 Zillow我们不低买高卖 我们给的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市场价 我们都知道 这个房地产投资赚钱主要的方式就是 1.增值 2.杠杆 3.现金流 Zillow是1.不低买高卖 也就是它不靠短期来快速的增值 2.全现金不使用杠杆 3.没有出租 没有现金流 那你说这个Zillow到底是图个啥呢 所以我就特地去这个Zillow网站上研究了一下 在LA附近我熟悉的这些区域 Zillow所购买的房子 它买的确实不便宜 比如说我们来比一比 这个邮编市90703这个区 2000多平方尺的四房 大概这个市场的成交价就是100万美金左右 而Zillow买的这两套房子 看上去也是没什么价格差别的 100万美金左右 其他地区也都是这样 大概都是市场价成交的 甚至有一位朋友告诉我 他的这个房子40万挂出去卖不了 最后反而被Zillow47万给买走了 你说这Zillow妥妥的一个冤大头 而且当初Zillow宣布自己不要再购买这个新房的理由 就是说因为翻新不过来了 但是我发现 Zillow还买了很多 看起来这个状况很好的 Condo就是公寓 如果说你是做Flipping就是旧房翻新 谁都知道你不会去买一个单崩的公寓来翻新 因为你这个楼旧了 你房子型也没有用对吧 而且它看起来本来就很新 所以说我看了一大圈以后就一脸懵逼 我发现这个Zillow买房子全部都是瞎买的 毫无逻辑 毫无章法可循 甚至我一度以为Zillow是为了垄断 部分地区的房地产市场 从而来操控价格才这么做的 所以说照目前这个状况来分析 Zillow想拼的可能就是高周转和市场份额 这两点 就快速的占领市场 然后以一个公正的市场价来一买一卖 从而来赚取中间的服务交易费用 然后快速的取代传统的房地产服务行业 并且这还得是在房地产市场一直疯涨的大前提下才可以的 但是这个业务的模式从本质上面就是根本行不通的 首先如果他不是自己持有房产经营的话 那么Ibuying这个模式其实就等于无形之中增加了一次交易 对吧 这个卖家先卖给Zillow 然后Zillow拿一段时间再卖给真正需要的买家 但是在美国房地产交易的成本 就算我们刨去中介费和贷款的费用 就光政府的税费也有2%左右 而且房地产的持有成本 就是税维护这些每年也都会有1%多到5%不等 而Zillow的价格也不能是完全准确的 Zillow说的是 Zillow的价格是基于市场的成交价和历史的成交价来决定的 误差大概是在1.7%到5%之间 所以说Zillow买房子的时候出价根本就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容错空间 而且即便是没有错 按市场价原价一买一卖的话 万一不能马上出售 这也是妥妥赔钱的买卖 其次就是房地产本身的非同质化的特性 做房地产的都知道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房子 即便是这个房子盖的一样 里面装的一样 但是位置和朝向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它跟NFT的性质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非同质化的资产 Non-Fungible Assets 这个特性就使它不可能有一个这种完全公开的市场价格 因为其中掺杂了很多这种个人的喜好和审美这种因素的干扰 尤其是像房子这种大型的资产 普通大众买的时候那都是精挑甚选 十分的谨慎的 你两个挨着看起来差不多的房子 一个很可能就因为它有路冲 或者是它旁边的邻居非常的讨厌 就能比另外一个差个五万十万美金的 这些都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不可能捕捉到的信息 必须得是比较懂行的人 实地的仔细的考察过以后才可以知道的 所以说Zillow这种靠算法来投资的模式 在证券市场上是可以行得通的 但是到了房地产 尤其是这种跟人们生活每天息息相关的住宅地产上 是肯定行不通的 往往它能买到的都是那些卖不出去的房子 所以以我个人的看法 Zillow这个iBuying或者是其他这些平台iBuying的业务 唯一有可能赚钱的模式 就是他们喊着不要不要的低买高卖 我们在北美生活的小伙伴呀 在路边很可能都经常看到一个手写的这种破牌子 有时候是打印的啊 上面写的就是We buy houses for cash 或者是We buy house for fast cash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下面就会有一个电话 你们有没有好奇过这是干啥的呢 而且这种牌子似乎在那种越破的区啊 出现的频率就会越高 这个广告呢就是跟你说 它会全现金快速的来买你手里的房子 这种交易的方式呀 它一不需要经纪人 二不需要维修检查 三也不需要带人看房 就是open house 主要收的就是那种呢 房屋状况可能不是很好 一般呢这个屋主就是在柴屋上呀 或者是生活上呀 出现了一些紧急的变故 所以说呢要着急出手 手里的这个房子来变现 这些收房子的呢 他们是拿着现金 就是一口价 在现场就逼着你成交 然后签合同 价格呢往往都压得非常的低 这种交易呢 一般都有一点点这种趁人之危 有时候呢 它还是利用这个消息的不对等呀 就联蒙带虎的 现场就把人家这个房子低价的给牵走了 但是呀 它确实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而这个需求的来源呢 就是这个房地产 一直被人诟病的流动性的问题 房地产变现呀 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我认为呀 Zillow应该做的 恰恰就是弥补这一块的市场需求 用现金呢快速的兜底买房 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打个比方啊 就像这个4S店买二手车一样 我们都知道呀 把车直接卖给4S店呢 价格是不会太好的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人选择直接trade in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方便呀快呀 而且你总是能出手 它一定会给你一个价格 这个是很有保障的 很多人呢 也会选择以高一点的价格 去这个4S店里买 它这个验证认证过的这个二手车 原因呢 也是因为它的质量有保障 而这个S店呢 从中间也是留够了足够大的 这个profit margin 使他们这种大量的购买呀 囤货呀 仍然有足够的这个利润空间 和这个容错率 而Zillow这种房地产平台呀 如果它能做类似于二手车 这个交易的这个经营模式 来经营它的这个 iBuying和Flipping的业务 我认为呢 对于整体提高这个房地产的流动性 和在它这个公司发展上呀 都是能起到正面作用的 我最后再来聊一聊 对于这个美国房市 未来走向和这个房地产泡沫 是不是要破裂这个问题呀 我觉得呢 这个房产啊 不太好以偏概全 因为房地产呢 它是有很强的这个地域性 和功能性区别的 我们大范围的来看呢 这个增长放缓是一定的 而且是已经发生了的 因为这个疫情风势了以后呀 有这个大批的这个购买的需求 就是积压在那儿 然后开了以后呢 现在逐渐得到了缓解 而且这个工地呀 也是逐渐的开工了 很多新房呢 也都上市了 所以说这个库存呢 也是在慢慢的增加 但是我们目前来看呀 美国这个股市也是在涨 用人的需求也是在涨 房租也是在涨 所以说我暂时没有看到一个 这个房市拐头 或者是下跌的信号 而且小贩围来说呢 我也只了解男家 就是LA附近的这个市场 但是呢 即便是小范围 我觉得也是需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的 就比如说这个房子的位置呀 然后这个房子的定位呀 就是它是高端的低端的 还有它的这个品类 就是是公寓呀 还是single family呀 其实它的涨势都是不一样的 我最近有一套房子 就是放出来正在招租嘛 我就发现 不光是这个买房的人呀 连这个租客的需求 都是略微的有变化的 之前租房子呢 大家都一般比较关心的是 你室内的面积 然后你的这个 是不是装修很新呀 这些问题 但是现在呢 大家也都会问 这个室外的面积 有没有私人的空间 所以说呀 就是大家居家办公 这个情况 应该还是在持续的 而且我觉得呀 之前那一段 美国这个房市的涨幅 实在是太吓人了 就是很多人 没有买房子的 都说买不到房子 所以说呢 我觉得现在放缓一点 也是合理的 正常的 从现在开始 到这个明年的这个旺季 就是春夏旺季之前呀 可能会对于 有买房需求的人来说 会有这个不错的买入的时机 好了 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对Zillow 卖房子这件事情的 分析和看法 非常感谢 昨天在这个社区里面 帮我投票的小伙伴啊 那么你对美国 未来房地产的走势 有什么看法呢 请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 分享给大家吧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这样啦 大家拜拜